村民外出武功 街头偶遇老乡 然后他就说 曾经在成都的某个地方 看到过杨某 一次寻常偶遇 为何让他们如此紧张 不正常 肯定不正常 千里往返 连续遁守 老乡见老乡的背后 究竟藏着什么 不为人知的真相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十八年后的偶遇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牛奶加花生 大力扛小恶 银路牛奶花生 邀您收看传奇故事 前一阵子看到一条新闻 说在四川的浪中 有位78岁的老人街头问路 不曾想去偶遇了 已经失联了24年的女儿 面对这个奇迹般的巧合 老人是又惊又喜 这些年的艰辛寻情路 终于走到了尽头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事 也跟一次偶遇有关 这事同样是发生在四川 只不过这一次偶遇 牵出来的却是另外一桩 截然不同的案子 要想了解这个来龙去脉吧 我们得从头开始说起 画面上的这名女子 叫陈宝莲 四川省卢州市古令县人 二十年前呢 陈宝莲只有十几岁 正在成都打工 可是就在一天晚上呢 陈宝莲做了个噩梦 当时是我哥也在成都 当天晚上我还做了梦 梦到我妈妈死了 然后我就一直哭 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天亮了 然后我枕头都被打湿了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会不会是陈宝莲 乍以离开家不适应啊 想家了 不 陈宝莲说当时他怎么都没想到 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后 他哥哥陈敏过来了 带给他的是一个一辈子 都不能忘记的消息 可能没过半个小时 我哥哥就去到我那里 然后就说我妈死了 这个消息 噩梦竟然成真了 面对这个消息呢 陈宝莲说他瞬间就呆住了 久久都没有反应过来 母亲宋冬慧才43岁 在孩子们的眼中 是那么的温柔 那么的强大 怎么突然之间就死亡了呢 带着巨大的悲痛 也带着无数的不解 陈宝莲和陈敏 赶紧就回到了卢州老家 眼前的情景 我梦都不敢相信 反正中一块血 那一块血 反正也不敢看那种 那时候 什么都不懂 也就只知道 死心裂肺的哭 只知道伤心 面对这样的惨案 陈家上下瞬间就乱成了一团 我爸爸回来 反正一下子就是 精神很失常的嘛 一点精神状态都没有 那时候我爷爷还在嘛 基本上 神志不清 原来那时候很运气呼呼的那样子 每一个人 人接身都要这样的情况 随着宋冬慧的死亡 一个好好的家庭 就这么陷入了崩溃 宋冬慧为什么会突然去世 是突发了什么疾病 还是说遭遇了其他的不幸 其实早在兄妹俩赶回来之前 宋冬慧的死因就已经没弄清楚了 这并非是个意外 而是人为 而这个人的身份呢 更是令人难以置信 他不仅是本村的这个村民 甚至还是陈家的亲戚 嫌疑人名叫陈进左 案发那年31岁 平时里面 陈进左管宋冬慧叫妖娘 要论起来 其实还是他的晚味 关系如此亲密的两户人间 突然之间就爆发出如此极端的血案 这让人震惊 也让人感到格外的不解 陈进左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呢 很遗憾当警察接到报案的时候 陈进左早就已经复制所踪了 而从村民们的讲述当中 一个更大的疑团也出现在了人们眼前 据目击了这一切的村民说呀 那是2002年的5月14号早上 八点多钟 当时呢 宋冬慧的这个家里传出了争吵声 都过呢和陈进左发生争吵的 不是宋冬慧 而是她的丈夫 很快矛盾这就升级了 争吵变成了肢体冲突 两个人扭打成一团 原本在屋里的宋冬慧 赶紧就出来劝架 宋冬慧看见 就在这里劝她 劝架的同时 宋冬慧也试图分开这两个人 可是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分得开两个 正在气头上的男人呢 很快悲鱼就降临了 用这个手在后面抱着这个陈进左 然后陈进左用力魁了一下 宋冬慧的家呢 是在一座山的半山腰上 陈进左用力一争 宋冬慧站立不稳 就这么沿着石梯摔下去了 当时的现场 应该大概就是这一个位置 就摔下去 摔到下面的石梯上 然后再滚到上面的土坎上面 就是苑霸下面的坡下面 当时那个坡 这个坡的垂直高度 有三米多 摔下去 头着地 下面是石头嘛 头着地 就这样 因为一场争斗 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 这就造成了 事发之后 宋冬慧被大家七手八脚的 就抬进了当地卫生院 可是很遗憾 当天晚上九点多 他还是不幸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与此同时 陈进左呢 早已不知所踪 两家人为什么会发生争执 既然是亲戚 有什么事 难道就不能好好说吗 说实话 越是对事发原因进行调查 警察就越感到困惑 据了解 事发的那个清晨 陈进左之所以会生气 归根结底 好像只是因为一件 很小的事情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 这两家人生活的这个村子 它地属山区 海拔高 水源少 雨量也小 对于祖祖辈辈 靠天吃饭的村民们来讲 水源是一种匮乏而宝贵的东西 那个地方没有横流 但是都是 都是比较山区的地方 因为到上面的海拔 比现在我们县城对面 还要稍微高一点 所以那个水比较紧缺 他们对水 还是比较渴望的 为了解决用水问题 一些关系要好的村民呢 会一起集资 挖个蓄水池 靠蓄水池集蓄的雨水 解决洗漱 吃饭 饲养牲畜等问题 这两家人呢 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合伙也修建了一个蓄水池 而据宋敬惠的丈夫以及村民们说 事发的那天早上啊 争执正是因为用水而起的 当时陈进左 骂巴咧咧的就跑到宋敬惠家里 说自己家里头 没水洗碗了 一场猝不及防的悲剧 导火索 竟然是因为一时没水洗碗 这么离谱的事 简直让人完全无法理解 第一 没水洗碗 陈进左可以抽水 这不费什么功夫 第二 就算这麻烦 是宋敬惠家带来的 两家关系那么好 还是亲戚 也不过就是张口说一声 就能解决的问题 值得陈进左这么大动干活 要想弄清楚这一切 只有先找到陈进左 先说当时 成立了专案组之后 张战员呢 其实迅速就对陈进左的 社会关系进行了排场 他逃跑以后 就只有他一个父亲在家里面了 其他的兄弟 兄弟间 各个姐妹 都是在外面务工 跑出去这么多年 没和家里联系 他们都对他不了解 因为从陈进左家人 始终没有获取到什么线索 时间一年年过去 陈进左的音讯 越来越渺茫 眼看着案子 就这么沉寂下来了 被害人家属的内心 充满着愤怒和不甘 而侦察员的心头 也始终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 陈进左到底躲哪儿去了 这些案子的突破口 又在哪儿呢 有些时候啊 这个世界上的事 就是充满着戏剧性 虽然这些年 警方始终一无所获 但是在2020年呢 也就是案发18年之后 有个转机却突然出现了 而且要告诉你的是 和以往我们听说的那些案件不同 这次转机啊 还不是由什么DNA比对呀 人脸识别这些技术所带来的 而是一次街头偶遇 什么情况 难道警察还能在大马路上 撞到陈进左不成啊 当然没那么简单 那是2020年初 警察再次来到陈进左所在的村子 进行走访 就在走访到一位村民的时候 他突然一拍脑袋说 哎 我想起了一件事 有一个村民 也是他的孩子在外出户工吧 他们都认得 然后他就说 曾经在成都的某个地方 看到过嫌疑人的老婆杨某 然后但是给了我们一个模糊的概念 老婆 哎 是的 虽然之前没有提到过 但是这陈进左呀 其实是有妻子的 案发那年 他和妻子杨大平啊 刚刚结婚 就在陈进左逃之夭夭之后不久 杨大平呢 也悄无声息的失踪了 一直都没找到 那既然如此 这个杨大平当年有没有去找陈进左呀 他会不会还跟陈进左保持着联系呢 面对这个意外得来的线索 侦察员的内心是既激动又忐忑 毕竟已经18年了 一个人的长相呢 可能早就跟当初不大一样了 这位村民在成都街头的这么匆匆一撇 看到的究竟是不是杨大平 说实话 侦察员在赶到成都之后 最初排查的结果呢 确实是令人沮丧 在成都 就是他所谓的在杨某出现的那个区域 当时我们的侦察员就在附近摸牌 根本没有找到杨大平 和陈进左结婚之前杨大平是有婚史的 而且还有俩孩子 根据这一点 侦察员也找到了杨大平的儿子张灿 可是面对询问呢 张灿似乎也是一脸的迷茫 问他认识是陈进左 他说不认识 之后我们又问他 现在他的母亲跟谁在一起 他说他不知道 他说常年他没有跟他母亲在一起居住 真的会是如此吗 在侦察员的追问之下 张灿呢 含糊地说出了母亲杨大平 目前居住的小区 可是到物业一查呢 这侦察员仿佛又被泼了一盆冷水 然后我们就塞了所有 这小区 常住人口 流动人口 以及赞助人口 所有的信息 但是没有发现杨大平的 费了那么大功夫 结果只有四个字 查无此人 怎么回事 难道说张灿对侦察员撒谎了 他是说提供线索的那位村民 真的是看走了眼 他看到的不是杨大平 眼看着一条线索 似乎又要石沉大海了 侦察员的内心充满着失落 只能无功而返了吗 不 正像有句话说的那样 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认真二字 虽然在小区物业侦察员 没有查到杨大平这个名字 但是他们还是留了一手 就拿着杨大平和陈静索的照片 去问了物业 物业反映没见过陈静索 但是见过杨大平 当时他们就问我说 照片上的人挺面熟 是这个小区的住户 杨大平确实是住在这个小区 物业人员的一句话 让侦察员似乎再次看到了希望 很显然 杨大平是用了个假名字在生活 而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 才会过得如此的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呢 侦察员认为 杨大平说不定还真藏着什么 不可告证的秘密 难道说他和陈静索依然生活在一起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物业为什么又从来没有见过陈静索呢 一切都是疑问 一切都是未知 经过研判 专门决定 供心为上 和杨大平正面接触 为什么我们要正面的去找他呢 其实就是要 一句话就是要刺激他 如果他不在一起 就要刺激他 跟嫌疑人联系 于是侦察员拨通了 杨大平留在物业的手机号 问他是不是杨大平 他说了两句 就把电话给我们挂断了 挂断了再打 就根本不接我们的电话了 正如侦察员所料 杨大平的反应果然可疑 不过他的心虚是否和陈静索有关 侦察员立刻对杨大平的联系人 进行了调取和分析 很快成都市武厚区 一家农贸市场的一个小摊贩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个人似乎一直在通过 一个中间人和杨大平 保持着频繁的联系 有一个年龄 与陈静索相仿的人 是在成都卖牛肉的 卖煲牛肉 这个卖牛肉的摊贩 是逃亡了18年的陈静索 说实话 侦察员心里头也打鼓 这是侦察员在这家农贸市场外 拍摄下来的一段画面 拍摄这段画面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这蹲守七天了 在这七天里头 他们变着法的 去这个牛肉摊贩周围 进行侦察 和始终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 陈静索是 那个时候案发的时候 三十多岁 三十岁 三十一岁的样子 他的真实相貌 和以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老照片 相貌太大了 您或许会说 为什么不先把他控制住 然后再慢慢进行调查 首先 在认定有嫌疑之前 这人呢 他还是自由的 其次 就算他真的是命案犯 陈静索 如果贸然对他实施抓捕的话 您觉得可能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因为这个人 他卖牛肉嘛 都是在蔡市场 比较集中的区域 一个是有刀 这个二一个是 人员比较密集 比较集中 一旦抓捕行动 出现什么意外 这个后果也不堪设想 因为他毕竟是命案的嫌疑人 怕就是嫌疑人 狗急跳检案 做出过激的行为 伤害到旁边的群众 如果这个人 真的是陈静索的话 他毕竟已经逃了这么久了 或许不会甘心 就此诉说就擒 贸然实施抓捕 极有可能会出现 难以控制的意外 那又怎么办呢 侦察员认为 当务之急 是需要一个确凿的证据 来验证一下 这人是不是陈静索 可问题是 毕竟已经18年过去了 这个证据还能找得到吗 关键时刻 有两个人出现在了 侦察员的脑海当中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节目刚开始时 我们提到的那对兄妹 也就是被害人诉讼会的 一双儿女 十几年过去了 时光并没有冲散 他们对母亲的痛苦 和对嫌疑人 陈静索的仇恨 肯定很难 就是包括 别说我父亲 就是我们姐姐妹 心里面你说 没有恨是不可能的 少年丧母 这事刻骨铭心 也正因为如此 侦察员有了个想法 回来以后 我就找到受害人的儿子 当时我就问了 受害人的儿子 能不能还认识陈静索吗 受害人的儿子明确表示 他说能准确地认出陈静索吗 就说难听你 就是你花成灰 我也认识到受伤 还好对于陈敏来讲 他并不需要变回师人 得到了陈敏的肯定答复 并且很快就赶到了成都 这一天一名侦察员和陈敏 走进了农贸市场 其他侦察员则装扮成顾客 散布在四周 静静地等待指令 面对这个肉贩 陈敏会做出什么反应 18年 学生未决的命爱 能否在这一天 画上池来的句号呢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厄 银路牛奶花生 邀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案发18年后 一次街头偶遇 让案情出现了新变化 侦察员锁定了一个 在成都卖牛肉的摊贩 他会是逃亡已久的陈敬左吗 是时候揭开谜底了 这天上午 一名侦察员和被害人的儿子陈敏 一起走进了这个肉贩 所在的农贸市场 很快陈敏这就有反应了 这个时候受害人的儿子 就悄悄地捏了我的手一下 还没走到跟前 陈敏就认出来了 这个人就是逃亡了18年的陈敬左 有了提示 侦察员这就吃下了定心丸 他们立刻展开了行动 或许是早就已经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面对侦察员 陈敬左并没有试图负于顽抗 18年了 一起命案的嫌疑人终于落网 您说说 如果不是这些年警方一直在走访调查 这么一条街头偶遇带来的线索 说不定还真就漏过去了 不过说到这儿呢 事情并没有结束 当年陈敬左为什么会闯下大祸 原本是亲戚的两家人 怎么会因为一件小事爆发这么严重的冲突 提起当年的悲剧 陈敬左其实也是回不当初 他承认一切的导火索 确实是因为没水洗碗这件小事 早上我起床的时候 就是几天我家里就没水了 吃了早餐家里没有水洗碗 我说我去看看这个水 是怎么一回事 既然原本只是打算看一下 那为什么陈敬左和宋农会的丈夫会吵起来 进而爆发了肢体冲突呢 据陈敬左说呀 这还是跟当年他看到的一个情景有关 当时他走到宋农会家附近 离着老远就看到了 宋农会家房顶平台上蓄满了水 甚至都漫出来了 我跟住那个放水的地方 这个水满的地方下去 去了他把它结在那个房子上 那个水就满地的流 看到这一幕陈敬左说 他气就不打一处来了 我们家隔三差五就缺水 甚至连碗都没水洗 你们家却蓄满了水 都还溢出来了 留得满地都是 有这么多人呢 而且陈敬左说 让他感觉到愤怒的还不止这一点 原来当初修建蓄水石的时候 为了保证两家都有水用 他们其实是立过一个君子协定的 打击过后 还记得那个房页 是不能在这个经理抽水挂开去 可是这天早上 据陈敬左说 宋农会家这个房顶平台上蓄的水 正是准备又来交地的 在陈敬左看来 这就是出尔反尔 于是陈敬左说 他怒火一下子就攻上了心头 再加上那天早上他喝了点酒 双重刺激之下 陈敬左就爆发了 有必要说一句 在采访过程当中 宋农会的丈夫表示 这事可能是有点误会 无论到底是不是误会 但是对于性格急躁 容易钻牛角尖的陈敬左来讲 其实不重要 这个恶气必须得发现出来 就这样 陈敬左认为对方不顿上约定 就开始辱骂宋农会的丈夫 而宋农会的丈夫呢 看着陈敬左骂不咧咧的 他心里也不痛快 他们是亲戚 而且还算是你的长辈 你怎么竟然对我这么不尊重啊 这还了得 于是这争吵很快就演变成了肢体的冲突 眼看事情不妙 宋农会赶紧出来拉架 而一出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我们跟他实际真的没有任何 没有九仇生活的 结果是真的我是说心里话的 操作这个后果 实际到现在至今 这个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这个一点点小时操作 这样的事情是很难过的 且后就是超过两分钟 短短两分钟不到 却酿成了一桩命案 这确实太能惋惜了 其实这个时候陈锦左应该自首主动承担起责任 但是很遗憾 看到宋农会抢救无效 他竟然做出了错上加错的选择 逃离了家乡 可逃得了一时逃得了一世吗 案发18年之后 因为一次偶遇 侦察员最终还是找到了他 那么当年陈锦左和宋农会的丈夫 发生冲突 导致宋农会从三米多高的坡上摔下来 最终抢救无效死亡的这个行为 又该如何定性和量刑呢 我们不妨可以听一下 专业人士的看法 确定他主观上有没有故意很重要 通过整个案情来看 当时他是被被害人抱住了腰 他并没有殴打被害人 而是在增脱过程中 或者增脱的情况下 不甚导致被害人摔到坝下 从而导致被害人重伤而死亡 那么由此可以判断 他主观上没有伤害的故意 对于结果更没有故意 他并不希望对方死亡 不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 但对于这种结果 他确实存在过失 所以符合刑罚上的过失制人 死亡罪的构成条件 那么关于这个过失制人 死亡的量刑 我们刑罚233条规定是 判处三年以上 七年一下有期徒刑 情节调轻的判处三年一下 有期徒刑 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如今回想起当年的一错再错 陈进佐是追悔莫及 因为滴水之争 双方的命运和家庭 都发生了天崩地裂般的改变 如果当初陈进佐 能够理智一点 克制一点 双方好好的沟通 冷静协商 这一切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呢 前年之前古人就说过 拔剑而骑 挺身而斗 此不足为永也 因为一时一气就诉诸武力 因为一点小事就怒发冲冠 最终后悔的很可能 还是自己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恶 银路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流浪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观看